吉安香小旅行的体验旅程 这个星期假日 来了一群年轻有活力的大学生 两天的时间 他们骑骗了吉安香的自行车道 来到黄昏市场买菜 还体验了吉安香的 原住民各项传统的记忆 这些年轻人很多都是第一次 来到花莲的吉安香 他们惊讶地表示 吉安真的好好玩 而这是最棒的毕业旅行的安排 来自新北市洪国德林科技大学的大士生 选择花莲吉安作为两天一夜的毕业旅行 他们不是跟着旅行团的观光消费行程 而是深度探访亲身体验 从骑骑吉安香各条经典自行车步道 去黄昏市场买菜 还有来到了猎人学校 体验原住民的各项传统记忆 这群来自都会的年轻朋友说 吉安香真的是意想不到的 令他们感到惊喜 刚体验了射箭 还有烤鱼 烤肉 觉得怎么样 觉得很棒 没有体验过 以前没有过这样的体验 你以前来过花莲吗 以前有来过几次 几次啊 那吉安没来过 吉安没有来过 今天来的感觉怎么样 今天来就是 兵分吉安 吉安好好玩 来到花莲很舒服 对 然后吉安 好好玩 怎么好好玩 你昨天跟今天玩的哪些 我们有去骑自行车 然后今天有 我们有安排有做竹筒饭 对 然后现在有在 蒸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有射箭 然后有烤鸡腿 对 让我们这样的享受 让我们这样体验 很棒 乡长游树珍也亲自来迎接这群年轻朋友 并且和他们一起学习杀王捕鱼 一起射箭 和外地的年轻伙伴们分享吉安箱的丰富与精彩 我们今天看到年轻人 从昨天的脚踏车之旅 把我们沿线的这个脚踏车步道畅游一番之后 昨天到我们的黄昏市场来作为一个采买 怎么做竹筒饭 怎么样来烤山猪肉 今天来到了我们的猎人学校 看到他们杀王捕鱼 真是可爱极的 不晓得他们的这个情人带阿鲁布 是不是有被放了冰南 我相信针对这群年轻的孩子们 从远到而来 甚至有些都是第一次来到吉安 来到花莲 开启了他们毕业旅行之旅的 这样的一个学习生态 我相信这也是课本以外 在他们的人生历程里面的 一种新的尝试新的学习 吉安湘公所开启了我们交通部 观光旅游局 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全国的一个 不一样的深度旅行 我们希望带给他们满满的 这样的回忆跟收获 我相信他们下次一定会在 邀约家人邀约他们的同学 继续的来到我们的繽纷吉安 继续的探险挑战 吉安湘小旅行体验旅程 有许多不同面向和主题 喜欢运动的 喜欢农业的 喜欢圆明文化的 喜欢美食的 都有令人惊艳的体验 吉安湘公所也欢迎有更多 其他县市的好朋友 一起来到吉安深度旅游 感受独特的吉安魅力 农丽本吉安 吉安好好玩 耶 一根韭菜 两根韭菜 一根韭菜 吉安 吉安好好玩 这里费全商报道 这里费全商报道 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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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安